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一视同仁 就算他这么说 小秦还是心里生气 他坐月子时特别苦 娘家来不了人 婆婆又不管 顾保姆又没钱 是老公孙海请了一个星期的家 照顾他和孩子 一个星期后 孙海不得不上班 上班前一晚给他妈打电话 妈 算我求求你了 你就来帮帮我们吧 帮不了 我身体不好 他妈一口回绝 孙海说 你身体哪里不好 天天打麻将四个小时 你都能坚持 帮我照顾小秦 为什么不能来 我说不行就不行 她生了个小丫头 还好意思找我照顾 想得真美 婆婆说 小秦就知道 婆婆是嫌弃她生的是女儿 因为生的那天 婆婆听见是女孩后 连孩子都没看一眼 扭头就走了 女孩怎么了 都什么年代了 年还重男轻女 孙海生气地说 可他妈已经挂了电话 小秦就在旁边 你妈够喊 行 我不用她了 我自己做月子 谁也不用 等她老的时候 记好了 也别来求我 小秦在生完孩子的 一个星期后 就自己在家带孩子了 刀口长好又开 开了又长好 遭的罪真没法形容 吃的更是冷一口热一口 孙海看着心头 更加怨恨他妈 几个月后过年了 小秦不愿意去公婆家 婆婆为了面子好看 给她打电话 要她回去 打过年的 你们一家不回来 算怎么回事 让别人知道了笑话 婆婆说 有什么好笑话的 我生的是丫头 去了怕给您丢脸 小秦故意说 婆婆听出来了 想了想 你别挑我理 我没给你伺候月子 以后我小儿子结婚了 我也不去伺候月子 这总行了吧 小秦最后 还是跟老公回去了 婆婆一份穷包 都没给孩子 他们在那住了两晚 就回自己家了 第三年 小叔子结婚了 转过年 小叔子媳妇 就生了个大胖儿子 婆婆不用请 乐颠颠地 跑去小儿子家 伺候月子 孙海问 你不是说 你身体不好 照顾不了吗 现在我身体好了 能照顾了 婆婆说 孙海 你不是说 要一视同仁吗 婆婆 小儿媳生的是大孙子 小秦能比得过吗 行 你就对你小儿子 小儿媳好吧 等你老了 需要人了 也别打我们的主意 孙海气愤地说 我压根就没指望过你们 我有小儿子 还有大孙子 我现在为他们出力 以后他们 肯定也会管我的 婆婆得意地说 小秦心想 那就走着瞧吧 小叔子媳妇 可不是一般人 厉害着呢 小秦不信 将来婆婆能指望上她 再过年的时候 小秦一家三口回公婆家 婆婆只给孙子红包 不给孙女 公公看不过去 要给 但小秦说啥也不要 她就是不想给他们机会 以后别再说什么 当年对你孩子也不错 还给红包了之类的话 从那以后 婆婆对小儿子一家的偏腾 更是不背着小秦了 有好吃的也给他们留着 过节放假都给钱 而且还一直帮小儿子大孩子 到小学毕业 真是尽心尽力地付出 小秦一家跟他们渐渐疏远了 除了过年 平常根本不见面 眼不见心不烦 倒也尽心 直到有一天 孙海接到弟弟的电话 说他妈有病住院了 孙海去了医院 小秦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也跟着去了 婆婆这时候已经六十岁了 六十岁不算老 但现在她的身体大不如以前 看着就像七十多岁似的 小秦知道 这都是给小叔子家操劳的结果 大哥 妈最少要住一个月圆 得有人照顾才行 小叔子说 小媳妇则一言不发 站在旁边看着 孙海说 那你们就照顾吧 妈这十几年来 一直给你们家帮忙了 现在也该你们付出了 我知道妈这些年 为我家帮了不少忙 我们也不是不愿意管 但我们俩工作都太忙了 一天假也请不了 小叔子说 那你们就给妈购护工吧 孙海说 护工全天的太贵 一个月得不少钱 光靠我们可不行 要不大哥 咱两家平摊吧 小叔子说 孙海看了小秦一眼 小秦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她是不愿意的 妈一天都没给我们帮过忙 也没给我们花过一分钱 为什么找我们平摊 你们顾不起全天的护工 就光顾半天的 晚上你们两口子 轮流来照顾 孙海说 我家孩子明年要初中了 我们得在家盯着他学习 晚上来不了 小叔子说 小秦算是听明白了 合着小叔子一门心思 非要拉上大哥大嫂不可 他也不忍了 你别找借口 老太太帮了谁家 现在就由谁家管 当年我就已经说清楚了 他自己也说过 不指望我们 大嫂 你可不能瞎说呀 我咋不知道这回事呢 小叔媳妇说道 不信 你们问老太太 小秦说 于是 小儿子就问起老太太 婆婆在那躺着 样子挺狼狈 无奈地点点头 我是说过 我们不同意 小儿媳马上不愿意了 你有两个儿子 都一样有义务 不能单靠我们一家 他们要是不愿意管 我们也不管了 你们爱管不管 我们来看看 都已经给足面子了 孙海 咱们走 小秦拉着孙海走了 但第二天 小叔子就给他们打电话了 白天护工的钱 他们可以自己出 但晚上 他们不能自己看护 昨天他已经看护了一夜 今晚该来到大哥了 如果大哥不去 他们也不去了 就让老妈自己留在医院好了 孙海还是硬气地说不去 但到了傍晚 护工给他打电话 说他要下班了 让他快点来 孙海给弟弟打电话 弟弟不接 无奈 他只能去照顾了一夜 毕竟是他亲妈 他生气也不能真不管 这天开始 他就和弟弟两人 晚上轮流照顾老太太 半个月后 孙海再不能去了 他白天工作太忙 晚上在医院 根本睡不好觉 好几天 白天差点出事 晓芹心疼老公 晚上便开始 代替他去医院 孙海说 谢谢你能不计前嫌 照顾我妈 晓芹说 前嫌我都记着 只是我心疼你 好不容易熬过一个月 婆婆出院了 可他回家 仍需要有人照顾 自己还是不能收获 孙海让弟弟接回家去 弟弟说 我要是把妈接回去 我就没家了 我老婆今天回娘家了 她说要是接婆婆回家 她就不回了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妈要不是给你们操劳 十几年 也不会病倒 现在你们想推开不管了 孙海很生气 我老婆不同意 我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 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也有义务 弟弟说 小儿子不管 小儿媳直接跑回娘家了 那个婆婆 一直口口声声的大孙子 更是一个月都没落一面 孙海问老妈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偏心的人 老太太默不作声 流着泪 大哥大嫂 要不还是把妈 接你们家去吧 我实在不行 小叔子说 我们也不行 要是敢接回去 我也回娘家 小秦说 别以为只有你老婆厉害 小秦说完就走了 孙海这次走不了了 今天就出院 不把老太太安置好 她也不放心呢 兄弟俩又商量半天 最后决定 孙海把老太太接回去 弟弟一个月拿两千块钱 作为给大嫂的辛苦费 孙海又给小秦打电话商量 小秦当然不愿意 但架不住孙海哀求 我也不能眼看着 我妈没人管啊 你就当是帮我吧 小秦生气 但也不能不答应 就这样 婆婆晚年 还是去了大儿子家 去的第一天 孙海就说 你现在看明白了吧 你这十几年 是怎么对我们的 现在还不是小秦 来照顾你吗 你装在心里的 小儿子和大孙子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管您 小秦 妈错了 妈给你道歉 谢谢你能让我来 婆婆对小秦说 婆婆的退休金 一个月两千五 也都交给了小秦 她的药费和生活费 以后都由小秦负责了 小叔子家 给了两个月两千 第三个月 说是手头紧 过几天再给 结果一直不给了 孙海打电话 要过几次 为了照顾妈 你大嫂把工作都辞了 你现在连两千都不出 是不是太过分了 大哥 妈的工资 不是给你们花了吗 我们也没说过什么呀 小叔子说 妈一个月吃药和补品 她的钱够她自己用 就不错了 别说的好像 我们占了便宜似的 孙海气愤地说 小叔子没话可说 但钱还是不出 要得急了就哭诉 说她家钱 都是老婆管着 她实在没办法 孙海和小秦很生气 但也要不出一分钱 他们把这事 跟老太太说 老太太虽然嘴上说 小儿子小儿媳太坏了 但心里其实还是惦记的 过年的时候 小叔子一家三口 来看老太太 老太太居然摸索出 一个红包 要给大孙子 小秦就在旁边看着 大孙子鲜少没接 婆婆又要给孙女 小秦说 我女儿不要 我们不缺你这两百块钱 小叔子一家 没带上半个小时就走了 老太太眼睛 一直盯着孙子 奈何孙子 现在都不愿意 多看她一眼 更不愿意靠近她 和她说说话 当时小秦的女儿 每天放学回家 都主动帮妈妈 照顾奶奶 婆婆一直在大儿子家 住了五年 这五年 都是小秦在照顾她 衣食生活 小秦曾问过孙海 你妈的身体 现在已经可以 一个人生活了 为什么还要住在咱家 孙海说 有件事我跟你说 你不要生气 其实前年的时候 妈曾悄悄跟我说过 她在咱家住得很好 所以不想再回去了 想一直在咱家养老 你答应了 小秦问 她是我妈 年纪大了 老房子又小又破 一个人住 我也不放心 所以我就答应了 孙海说 那你为什么 一直没跟我说 小秦问 我怕你不同意 孙海说 不过我妈说了 她在咱家养老 以后她那个房子 也给咱们 她那个小房子 十万都不值 我才不稀罕 小秦说 以前孙海 确实对她妈有意见 但这几年一起生活 她心里的怨恨 已经减少许多了 况且她弟弟 一家确实也不愿意管 她不忍心 再把老妈 赶回老房子里去住 所以就被这小秦同意了 就在婆婆 住到第五年的时候 孙海却无意中 发生一件事 使她一气之下 把老妈又送走了 婆婆自从来了之后 就把工资卡 交给小秦了 后来自己能出门了 要用零花钱 也是问小秦要 所以 小秦和孙海一直以为 婆婆除了老房子和工资 再没有其他的钱了 因为当年给公公治病 也确实花了不少 想不到 有一天小秦半夜发现 婆婆在房间里 悄悄打电话 她就把孙海叫来 一起在门外听 原来 婆婆是在给小儿子打电话 说钱的事 只听婆婆说 我确实在没有钱了 那二十万 是我全部的养老钱 上星期 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这事 你大哥大嫂都不知道 你们怎么还认为 我有钱呀 你们换房缺钱的话 就换小一点的吧 我确实再也帮不上忙了 婆婆的电话 打了有十几分钟 一直在说养老钱的事 小秦和孙海在门外 全都听明白了 顿时火冒三丈 婆婆电话刚挂断 房门就被打开了 她吓了一跳 看着小秦和孙海 结结巴巴地问 你 你们怎么还没睡呀 妈 你刚才说的二十万养老钱 是怎么回事 孙海问道 哪有二十万 你听错了 婆婆不承认 别装了 我们全都听清了 你有二十万养老钱 背着我们全给了小儿子 小秦说 妈 你太过分了吧 之前十几年 你为我弟弟家付出 后来你生病了 他们管过你多少 还不是我们在管你吗 这几年 更是小秦在照顾你 可你呢 却把养老钱全给了我弟 你就是拿我们当傻子吗 孙海生气的质问 婆婆赶忙解释 你们听我说 我确实有二十万 那都是我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 我知道 小秦照顾我不容易 但我的老本 怎么说也应该给孙子啊 所以你们别生气 那不是我给你弟的 是给你侄子的 那不是一回事吗 难道我女儿对你差吗 她时不时地就帮忙照顾你 你那个大孙子 这几年看过你几次 更别说照顾你了 你这人 真是黑了心 小秦很生气 我的工资不是都给你了吗 你也没吃亏呀 婆婆说 还有我的老房子 以后也都给你 你的工资 都给你自己花了 我没花到一分 还有 你那老房子 就值几万块钱 你当我是贪你的房子 才留下你吗 我们是看你可怜 怕你一个人孤单 但想不到 我们把你当亲人 你却背地里做这种事 太让人寒心了 小秦说 既然这样 我也不愿意再留你了 孙海 你现在就把你妈送走 我一眼都不想再见到她 啊 你要赶我走 婆婆急了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要赶我去哪啊 去你小儿子家 让你小儿子媳妇照顾你吧 你的工资和老房子 也都给他们好了 小秦说 他们是什么人 你也知道 她哪里肯照顾我呀 婆婆急得要哭了 小秦啊 你别赶我走啊 你得理解我呀 哪个老人不在乎孙子啊 那你就去小儿子家 天天看孙子吧 马上就走 小秦执意 让孙海立刻送婆婆走 孙海也很失望 她不愿意留老妈了 但夜太晚了 说明天再送 婆婆这一夜都没睡 心里太害怕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 小秦和孙海 就把她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孙海开车 把她送到弟弟家 弟弟和弟媳妇 一听老妈来了 连门都不开 孙海也不管 直接把老妈 放在弟弟家门口 又按了几声门铃就走了 小儿子不得不 把老妈领进门来 但小儿媳大吵大闹 说她照顾不了 让小儿子 马上把老太太送走 但儿子不管 小儿子也不留 后来 老太太只能又回到 自己的老房子 一个人生活 她虽然可以自己做饭 但太孤单了 本来小儿子一家 就不愿意看她 现在 大儿子一家 也不闻不问了 她天天一个人 在老房子里 心里空的慌 有心想请个保姆 可钱又不够 也给大儿子打过电话 请求再接她回去 但大儿子说什么 也不愿意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